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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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吸引李奶奶他们每年都来三平村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所住的这家民宿的老板 人特别好 李奶奶他们所住的这家民宿是老板刘芳永 在2010年用自家的房子改建而成的 有床位30多张每年一到夏天这里基本上都住满了 据了解整个金岸县中原乡有民宿600多家 其中光记者所在的三平村就有民宿200多家 这些民宿大多数都是当地农户自己开设的 每到酷暑时节中原乡就会迎来游客的高峰期 目前我们中原乡640家民宿接待常有三万多庄 目前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可以全部住满 全部住满那总人数预计可以达到多少呢 三万 那么中原乡能够吸引这么多游客前来避暑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呢 独天得厚的一个气候环境确实这么凉快 那么这凉快又有三个小点 这凉快是凉爽 干燥 不潮湿 然后又三无 无空调 无蚊子 无苍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交通便利 离我们南昌呢 就是180公里只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离长山也就三个小时 离哪儿腹白了也是三个小时之内 方便得很 除了气候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中威还告诉记者 为了留住游客 他们还在中原乡专门成立了一个民宿协会 就是为了从价格和服务上 对整个中原乡的民宿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 给前来避暑的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 是我们的民宿的管理有戏 还是有一些这个管理手段 大家的都是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统一制度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是客家人 客家好客 把这个服务提供亲戚服务 刚才大家走了一下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住了三年五年 甚至是十代年的 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亲戚来服务 那么总的一句话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是一个什么 我们要让游客在这里住的安心 吃的放心 玩的开心 记者留意到 在中原乡每家民宿的显眼位置都会贴上一个价格表 一个人每月包师包出的价格是一千九百元 每家民宿都是统一标价 这样就有效的杜绝了恶意的价格竞争 在中原乡的游客中心 还专门设立了游客投诉点 解决游客在旅游中遇到的烦心事 同时为了解决游客在避暑的时候 如何玩得开心的问题 当地政府也是下了不少功夫 那么我们这里也没有名川大一 也没有什么名人古迹 那么怎么来 老人朋友来了 这里干什么 有什么休闲 那么随着这几年 这个发展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也现在 我们也在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们怎么引导呢 我们会一三五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会推出不同的活动 我们从前年起 创造了我们一个自己的 中原的一个小小的 这个文化的一个阵地 叫做九岭之星 也叫做 通俗一点的就是珠末大舞台 每次都是五六千人观众 台上估计演织人员就几百 都是游客自发来演出的 也没有勤演 目前中原相有民宿六百四十余家 从业人员两千余人 全年接待游客一百一十万人 下期高峰时段日接待游客超过三万余人 避暑旅游综合收入达一点二亿元 经济效益叫好的农户 年纯收入能达到二十到三十万元 先后获平江西省4A级乡村旅游点 将其避暑旅游目的地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声代名片 在赣州瑞金流传着一首歌谣 唱的是苏区时期 毛泽东同志为一位姓谢的大娘 开天窗的故事 时代在变 生活在变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永远不变 接下来我们的首出新单使命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 就将为您讲述这一扇窗一份出新 哎呀嘞 有一张故事你听也说 毛主席放夜快填草 这是一首流传在江西瑞金的歌谣 他唱的是苏区时期 毛泽东为一位姓谢的大娘开天窗的故事 1931年9月毛泽东来到夜亭村 他的住所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一共有两层 毛泽东居住在楼上 而楼下住的是一位当地的村民谢大娘 谢大娘因为亲人参加红军上了前线 一个人无依无靠的 于是为了更好地照顾谢大娘 毛泽东把每个月节省下来的伙食费 给谢大娘当生活费 那个时候毛泽东在楼上办公 谢大娘在楼下安静地坐着家务 两个人默契地像一家人 1931年11月7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定督瑞金 之后不久 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和其下设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主席 此后 毛主席这个称谓就在瑞金叫响 转眼到了冬天 北风呼呼地吹 吹得人脸颊生疼 一天早午 毛主席从外面办事回来 看见谢大娘正坐在门口纳鞋底 于是走上前问谢大娘 大娘 天这么冷 您怎么坐在门口做针线火呢 大娘连忙起身回答道 主席 屋里头有些暗 外头啊 亮堂些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毛主席随进进房间查看 发现房内虽有一扇小窗 但却正巧被外面的大张树挡住了光线 如果不是点着灯 即使在白天也很不方便 见此情景 毛主席内心不禁 暗暗自责 第二年春天 毛主席率领动物军攻打足县张州 特地安排警卫员到市场上买几块玻璃瓦 带回瑞京 又请来了木匠师傅 把一楼楼顶的楼板锯开了一个约一平方米的口子 并装上木条 做成了一个天窗 然后用玻璃瓦换下了二楼楼顶的几块小青瓦 这样光线透过二楼的玻璃瓦 再透过一楼的天窗 直接照射到谢大娘的房间 原本阴暗潮湿的房间 豁然亮堂了起来 毛主席还是不放心 让警文员拿来本书 站在天窗底下试了试光线 嗯 果然是字字清楚 亮堂的可以穿绣花针 看到天窗大娘激动的说 这光照进心里 真乱活呀 是的 这束阳光不仅照进了大娘的房间 更照进了大娘的心里 毛主席为谢大娘开片上的故事 很快传遍了热惊 成为了一段佳话 如今 当人们再次走进这个房间 看到这一扇特别的窗户时 都不仅为毛主席 关心群众疾苦的高尚情怀而动容 一扇窗 一束光 一片深情 一份初心 时代再变 生活再变 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永远不变